公子光 也就是吴王和立得到国家以后 十分珍惜 怎么个珍惜法呢 史书上说 他爱惜他的百姓 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 对待百姓 和百姓同甘共苦 历史上这样做的王 十有八九是要用百姓 让他们为自己效力 吴王和立就是这样 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对付楚国 而要对付楚国 还需要有军事天才 这个时候 吴子虚向他推荐了一个齐国人 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孙武 公元前512年 吴子虚向吴王和立引荐孙武 孙武献上了他的著作 孙子兵法13篇 吴王和立看了他的兵书以后 大为赏识 但孙武呢 只是一届草民 吴王又是玩实战的 因此 他要让孙武现场展现 练兵之法给他看 因为你会写兵书 因此 吴王还特地的难为了孙武 他不让他练兵 而是故意挑选了180个宫女 让孙武来训练 并让两名爱妃当组长 这也难为了这些宫女 宫女生来就是卖萌的 怎么能接受严酷的军事训练 这也更难为了孙武 大将军是指挥千军万马的 怎么能带着一群花枝招展的宫女 结果 宫女们打情骂俏 认孙武军令如山 毫无用处 于是难堪的一幕出现了 在孙武三令武身表明 会执行军法 而没有效果的情况下 果断地将两名 作为组长的吴王的爱妃 给杀了 既是吴王阻拦 也毫不理会 宫女们见到了雪都惊呆了 天天与执粉打交道的宫女们 哪里见过这么多雪 她们一下变得严肃起来 对孙武的军令也开始绝对的服从 生怕自己也流血 很快 一支多少有点像样的 由宫女组成的队伍 呈现在吴王面前 吴王看到孙武斩杀自己的爱妃 非常生气 但当他发现 牺牲两名爱妃 却换取了一位军事奇才 也是值得的 于是拜孙武为最高军事统帅 上将军 孙武刚做了将军 就庇护仙门帘 露一小手 帮助吴王 打败了受楚国保护的两个小国 中吴国和徐国 刚刚取得了一点胜利 吴王就想乘胜进攻楚国 但孙武制止了 他认为 吴军已经疲惫 不意再战 于是吴王引兵回国 当初你说可以进攻楚国 我知道能够成功 但害怕 他们派我去 又不愿意让别人占了我的功劳 所以就阻止了 现在 我要自己占有这份功劳 怎么办 怎么进攻楚国 对付楚国 吴子虚自有自己的整体战略 这个战略就是 疲楚误楚 轮番的骚扰楚国 使楚军认为 吴国只敢骚扰 不敢进攻 放松警惕 然后就有机会收拾楚国 吴子虚说 楚国之政的人多而不和 没有人敢承担责任 如果组织三支部队 对楚国来个突然袭击 而又迅速撤退 一支部队到那里 他们必然会全军应战 他们出来 我们就退回去 他们回去 我们第二支军队就出动 以此类推 楚军必定在路途上 疲雨奔命 屡次突袭快撤 使他们疲劳 用各种方法 使他们失误 他们批发以后 再派第三支部队继续进攻 必定能够打败他们 吴王和驴听从了他的意见 楚军从此开始困顿批发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